好个猖獗的小辈 敢跟我魂殿这般说话 劝你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 得罪一个连你背后的身体 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小姐这般说话 魂殿 很了不起吗 小姐 这几个人 交给我二人来处理吧 冰河交给你 魂殿与旁边那都交给我 好 早听闻冰尊者的冰尊敬 修炼至化解 老夫今日便明较一番 冰尊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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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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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来吧 不知熏儿里遗我 会是哪一种 心灵上我体内的琉璃连星火 如此激怠 住手 去 熏儿 你一直走在我前面 熏儿靠的是鲜辈以及血脉 而硝烟哥哥 却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现在 真要比起来 十个熏儿怕是都比不上 你呀 这寒气大阵 也是时候得破了 我 那道です什么神奋 定尊者 揭老徽济阕天叶 是 是 阴天叶 靳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门道真是痛快 凌老 不要耽误时间了 哦 是 小姐 老夫这边下息很熟 等等 这位小姐 请等等 田双子 回来 谷主 怎么了 今日之事 是我冰河谷的不是人 还请小姐包涵 冰河 你这么做 却不怕丢了冰河谷的脸面 萧原哥哥 你的意思呢 这位小兄弟 恶难独体的事 日后我冰河谷绝不会再插手 既然冰河谷主都这般说了 萧原自是不会过多纠缠 这位小姐 希望今日之事 不会让您对冰河谷留下坏印象 我也希望今日的事 不要再出现第二次 否则 下次再去的地方 或许便是冰河谷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 要赶上老夫 那便是与魂殿为敌 好大的口气 魂殿很了不起吗 萧原哥哥 他交给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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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能将自己强行提升只能轻声斗动界别 这小子果然是藏不露 本护法今日还就不信了 连药臣都没逃出我的手心 你这小辈 才能翻天 买魂死我天王 严肥 是浪尺 第五的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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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山印 翻海印 不可能 这小子 竟能尝尝到 如此地步 这一技 是为老师讨还的 二星斗宗的实力 却将八星斗宗给击溃了 萧炎先生 真是强得可怕呀 我们居然跟这主人动过手 以后眼睛放亮点吧 省得哪天死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连套高级斗机 破坏力居然如此之强 还真是小看这小子了 此子 绝不能留 好霸道的天火三宣变 说非我的身体 经过诸多天才地宝的淬炼 恐怕先死的 反而是我了 不过 这种熬下来之后的感觉 果然极端美妙 昏殿果然诡异 就连殿内护法 竟然都是灵魂体 你 受死吧 年轻人 何必杀气那么重 滚开 天蛇长老 我已发出讯号 很快就有魂殿强者前来支援 只要帮我拖住这小子 到时候 他肯定查尘安飞 呜 不忽法放弃 曾人交给我冰河谷了 冰玄冰华 你二人随天蛇出手 也最快的速度 擒拿那小子 是 以多欺少 冰河谷形势着实卑劣 成王败寇 我冰河谷形势 只求结果 无问过程 哼 使用了天火三悬变之后的你 的确很强 不过并不能改变 你今日落败的结局 两名斗宗 一名斗宗巅峰就想擒杀我 恐怕太小瞧我了 大言不惭 上 五轮离火法 没想到小家伙 竟然修炼到了 这半的地步 五轮离火法 结阵 不好 不好 结冰河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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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老 我们的斗气消耗太大了 说不定 不等那小子密法实现抵达 我们被抵御不住了 不要急 将你们体内的兵尊敬 尽数传入我体内 我来施展攻击 将那小子一击必杀 小子 到此为止了 兵神弓 兵分天地 咱们 不如继续再为他们纠缠下去 天皇三宣便实现一旦抵达 即使别说天使了 随便一位冰河谷长老 都连行一致无于死地 给我撑住 终于扛不住了吗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不防 快 滚 滚 禀河谷竟然输了 独自一人干翻三大斗宗 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 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 他能够救我叶家 此子果然非常忍 此子果然非常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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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 魂殿必然你强生不得 想死 你 痛苦 相比老师在魂殿所受之后 这恐怕不及其万分之一 即便是让你皇妃破散 也难以抚慰老师之痛 当年你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结局 我后悔啊 我后悔啊 后悔当年没有事先将你一把这被死 让你成长到现在这种车铺 没想到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眼了 但可惜 此次我冰河谷 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 萧嫣 你先去歇歇 此人交给我 歇歇 真当我魂殿的人 是可以随意勤拿的 痴 魂殿斗尊 此人实力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 情况不妙啊 原来是青海尊者 没想到此次 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 给惊动出来了 天生子 别来无恙了 本尊正好待人在执行任务 且到紧急传信 便好心赶不过了 青海尊者 快出手 将萧衍请下 他是殿中殖民要擒动的人 你便是那个萧衍 被我魂殿盯上 竟还敢如此招勇 将那家伙放出来 也跟本尊回魂殿走一趟了 哼 滚开 青海尊者 你安心秦楠那小子 此人是萧衍的同等 不过 就给老夫便好 你跑不定 像你老师一样 乖乖被囚禁于魂殿 岂别是死 也满电背 萧衍 圣负未定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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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了他 你便死 我便死